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這次發達了 買重珠 結果贏了 他買重珠贏了 對人造衛星的Starlink 有沒有幫助呢? 這樣講 我又覺得就算是第二個當選 他做這行他都照做大把job job 的了 只不過他找到那個人和他不只是在其他的意向相投 我會覺得 千萬不要覺得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 這麼多年民主選舉經驗 哪一個當選就是世界每天 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就不需要說這些事情的 其實 這些事情只要在那些民主制度不健全的地方 才會更加恐怖的 但是其實有一件事要關注的就是 台長你也有找過一些資料給我 就不是這裡這單 有一單就是說 有位很出名的物理學家 天體物理學家叫Avi Lube 我們之前也提過一下 他就去聯同發起一個聲明 叫大家不要暫時去減慢 甚至殺停了這些大量射人做衛星的任務 其實這裏就有些事情可以解一解的 但是Avi Lube這個人 台長你都記得他講過很多鬼馬的東西 不止鬼馬的 第一件事他在哈佛大學那裡 就坐Chair 就是講座教授來的 很厲害的這個人 是很厲害的 但是他的副業就是專門找UFO 甚至他說有外星人的 這個就不是這個節目的範疇 但是他這個新聞其實都是這一兩天的事 他就說美國有關當國FCC 應該停止了這個貴星的Mega Constellation 這個字都很長的 你要解釋一下這個字是為什麼 Mega Constellation 即是星座 你如果當每射一個人做衛星 就好像當射了一顆星上去的時候 你最後整成一個衛星網絡就好像整個星座一樣射上去 就不是只有一顆二顆星 我們都知道現在很多這些叫做 大量衛星覆蓋的一些聯網系統的網絡 你以前講GPS 現在講北斗 甚至乎就是Elon Musk那堆星 是在講已經不是二十多三十個人做衛星 是以千計人做衛星不停丟上去 你看那些SpaceX做發射 如果我天天做Live 我天天都有Live做 如果真的是 已經是基本上去到天天射 那不要忘記一件事 那些衛星射上去刺穿大氣層 那個臭氧層是會穿了一個洞的 真的 尤其是如果你射那些火箭越厲害 它穿個洞越大維持得越久 你可以有權說的 我們如果不停地射上去 它越來越多這樣的氣體殘餘 留在那個大氣裡 其實我們不小心為大氣注入了很多 我們原先不應該有的氣體 那就是有幾個關注了 對於大氣、對於氣候、溫室效應這些東西 我們有關注 另外就是那些東西射上去一大堆太空垃圾 就是影響天文觀測 影響其他星體運作 還有那些東西會掉下來 那裡是一大堆的關注在那裡 而且似乎現在沒有什麼制約的 就是基本上大家知道上去的東西不撞 你不撞我我不撞你 就不停地丟東西上去 而上面的東西是走得很快的 你如果近地軌道的人造衛星每秒8公里 就是那種速度來的 每秒 不是每小時 每秒8公里 那些東西如果撞到、困到 大量太空垃圾產生 那太空垃圾如果又不小心去撞到其他東西的時候 變成一些碎片 那又會是對於其他的人造衛星在運作的會有危害 甚至乎會說對於太空站上面太空人都有危害 那我們都聽過不止一次 就是太空站上面太空人有時候要避開一些高速飛行 在附近軌道的物件 要暫時去躲進去避一避難先的也都有 那所以AVLOOP去提出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其實是很反映到我們今時今日 那個人造衛星的行業是很輕盛的 就是不要以為這件事是那些強國之力才能夠做到的 其實現在你想一下 你香港找一個有錢一點的有錢人 都可以幫我們買一次單去射一個衛星上去 所以我會說搞人造衛星這些東西 甚至乎發射火箭的東西 現在變成一個很多比較都不是最頭等的超級強國 而且是一些科技發展又回不上下水平的國家都能夠玩得起的東西 好了 除了這個之外 現在就搞新意識了 雖然我們以前講過了 但是現在可以講一講 因為最近人造衛星可不可以用木造呢 這個就呼應回 是的 我以前有提過 不過現在你可以再提 日本其中有班科學家就很有興趣搞 用木頭做的人造衛星 其實又不是亂來的 為什麼呢 用木頭做的話呢 它掉下來大氣到燒毀呢 是有效很多的 就是說呢 比較不流殘渣 比較就對於我們地球上的東西 影響比較小的 你可以說了 木頭是biodegradable 是不是 可以降解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它在大氣燒毀的時候 降解更加容易 所以如果你能夠 還有木本身呢 它是輕一些 它可以輕巧一些 就是你其實只要夠硬保護裡面的那些元件 你就滿足到那個外殼的要求了 你就不需要一定做一些很硬殼的東西在那裡 當然人造衛星 它都盡量用一些很輕的金屬 用到譬如鋁這些金屬來做它的結構 是不是 另外木頭當然它可以再生 也可以輕 而且也可以很堅固的 就是看看你哪一種的木 如果用它來做一些比較輕盈的衛星 它就算跌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就這樣消毀了就算了 所以就叫做你可以說 環保一點的衛星 這個做的就是京都大學 但是我相信這個不是新的東西 很多人都做到 只不過問題是那個木料是怎樣的 但是我們香港都很自豪 我們香港也有大學做了衛星 就是可以寫上去是不是 這個就要小心一點 就是香港有份參與人造衛星 就是有份參與去做一個人造衛星去發射 香港沒有份參與發射 因為香港沒有自己的發射機構 OK 暫時香港就有它 都有一些譬如是公營機構 以及就是過去一兩年 分別是科大和中大都有搞自己的衛星 那麼它就不只是自己搞的 它就聯同中國大陸 那麼他們就一起去研發衛星 還有最後就找大陸去中國航天 去幫它把衛星射上去 那麼其實這些就對於研究很有用的 比如那些叫做 測地理那些遙感衛星 去測一下那些地理 拿一下地理數據 其實發覺最後不只是做地理數據的 最近這個星期 我們沒有選這宗新聞來講 就是又有人去利用那些 Google Earth那些衛星數據 來去又找到那個在墨西哥裡隱藏 是的 隱藏了的一個馬亞文明 是的 你會發覺這些由太空虎視下來的 這些這樣的工具 就是幫我們拿一些地理數據 非常好的工具來的 所以對於研究地理的人 是一個寶藏來的 甚至是去監控氣候也很有用的 所以很多是搞地球科學研究的人 他們就是很希望能夠擁有自己的衛星 來去做研究 那麼如果報告回來 就在上個幾兩個星期 就升到《日報》 都不止的了 都本地的媒體有報導 就中大那個叫做 《香港青年科創號》成功發射 然後你看他的新聞稿 就非常之是主龍恩的 就是說透過背靠國家和國家合作 跟著就跟航天局有國內的學者支持 和國內的單位 跟著就指導我們香港的學生 有份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麼最後你會發覺就是 叫做《香港青年科創號》 你會發覺裡面是有香港的參與的 有青年的參與的 也有科創的成份在這裡 但是你可以問 香港成份有多高 青年成份有多高 和科創成份有多高 這樣就可圈可點了 同一時間你不如看看 人家在做什麼 我可以說香港是非常落後的 你只是一個毫不起眼 也完全沒有太空能力的國家 新加坡 南洋理工學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 分別都是比起香港的科大和中大 更加早幾個月 就已經將他們自己的衛星射上去太空 也都是做一些遙感地理觀測的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 而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們是不需要外來其他國家和他們一起參與去整這個衛星 他基本上將這個整衛星 變成一個學生的project的項目 而這件事正正就是美國現在都在做的 整人做衛星這件事不要想到好像這麼厲害 一定要用國家給專家資歷下來的 你學校有個教授去幫你做指導一下 那些電子工程、機械工程那些人 然後有個LAP可以讓你放在真空那裡去模擬一下環境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自己做一塊東西 然後將那塊東西你自己去買服務回來 射上太空就是這樣 這件事如果在美國說的是連高中生都在玩的東西 然後大學本科生都在玩的東西 在亞洲來說 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 基本上是本科學生就可以做出來的東西 然後你拿到項目經費就可以幫你射上太空 那他們就請印度來幫他射 基本上印度也是很便宜的 是說以400萬美金左右就可以幫你射上去 那這個錢其實對於香港來說是免幾次的 那就是你說對於新加坡沒有自己發射衛星的能力 那就是外面買服務 但是你從來不會聽到 我想之後也很難會聽到的 就是香港或者澳門可以自己有個本科學生 自己搞一個衛星出來 然後那個部門去給錢去 或者外面找到人贊助去 他就可能是光顧SpaceX 或者光顧日本 或者光顧中國大陸 或者光顧印度 總之自己搞定 自己下單單自己搞定 去射一個衛星上去 我想就是很難在香港會看到這樣 但是現在SpaceX它會不會做類似的服務 就是舉個例子比如說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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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射的東西重和輕 它的報價有不同的 那SpaceX好像在做那個價位大約是 就是 以2000 就是 剛才印度就以百萬美金來射一次 SpaceX是貴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再拿一些舊的技術 其實是再貴一點的 你要知道SpaceX已經可以 它有它的能力做到很便宜的 還有它是這樣的 SpaceX它便宜的那位在哪裡呢? 它雖然叫做 跟你射一次上去是 二千多萬美金 但是它一次過不只是帶一件東西 是帶一堆東西上去 就攤開了那個成本 所以現在的東西是斷公斤計算的 而我記得中國航天 它就不是final的價錢來的 是給你去投標 就好像八萬人民幣 就運一公斤東西上軌道 八萬人民幣一公斤 這個是起報價 然後你就去競投 最後就不止八萬元一公斤 最後就是通常你一個人做衛星 你想一下 很典型的就是 五百至一千公斤左右 就是可能以噸計的一個重量 就是你等於射一架車上去 整個東西的儀器 那你就將那條數乘一千 你八萬再乘一千 那就是八千萬了 人民幣 但是這個是起標價而已 但是最後你預計的價錢 又會上去了 所以我會這樣說 你想到一樣有用的東西 需要在衛星上來量度 然後你就可以搞定地面上面的電子工程 OK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一個可以做到一個 接近無意到真空環境的一個實驗室 給你擺一塊東西進去去看一下那些東西 能不能夠撐得翻開 OK 因為那些東西真空不真空呢 有差異的 我們將來有機會可以再講的 那就是我會覺得 不需要一直拉扯到一定要依靠某國之力 那些東西就是 那些東西就是 那我們可不可以預見 有一天那個人造衛星 真是好像現在這位教授 拿著這麼小或者大一點 而那個發射的成本越來越低了 就一個普通人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啊 我有錢的時候 我都可以整支 射個衛星上去太空呢 我覺得台長你已經給得起的了 是的 我就還沒給得起 我還沒給得起 我覺得台長你已經給得起了 可以叫做射東西上太空的了 OK 但是計成本就是 等於現在你坐飛機而已 你坐飛機 其實機套那裡全部是運貨的 不是很簡單的 那將來就是 但是它射過衛星 射過飛機才火上去 那個太空船 下面又放些火在那裡 就順便扔人造衛星 搞得人造衛星越來越便宜呢 不是的 你真的這麼巧 你走過那個中途站 就對了 理論上就是這樣 我要入軌道的高度 是這麼多就是這麼多 那你也聽過的 現在就說 所謂有太空旅行的票 就可以給你百多萬 就可以上太空 但是說那個上太空 是在上80公里左右 可能一百公里 過了卡門線 但是你起碼 你國際太空站 起碼都擺到四百公里 是不是 你一個人做衛星軌道 比較低一些 都至少有二百幾三百公里 但是你多了那二百幾三百公里 成本又高一折了 其實就 所以又 而且你要進了軌道 你本身那件東西 有上升速度 那就另外 就是需要的燃料成本 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你預計了就是 就是 會不會有一天就是 竟然你 那艘船要上月球 但是中間會逃經某幾個軌道 有些東西要帶上去 都可以順便去做一個 就是游遞 游遞服務 幫你把衛星 放在其他軌道上 那我覺得這件事不奇怪 是啊 幾年之後的事 因為2025年 2026年 他們都搞上去月球 甚至乎就是很輕易地 幫你把一些放上去的東西 喜歡收就收回來 那我這裡預計定 美國那個叫X-37B 小型穿梭機 就是準備可以提供這些服務 是 那我們這次在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